大家好 我们接着上课 我们上次课谈了太阳蓄水症 那么也谈了太阳蓄水症的第一个症后 陶河成气堂症 对于太阳蓄水症来说 我们不妨做一下回忆 它的成因可以是太阳表辙寻经入理 影响了膀胱的气化技能 也可以是在换太阳表征期间 饮水过多 因为在换太阳表征期间 膀胱气化技能比较低下 所以饮水太多的话 什么东西都得有一个度 超过了这个度 对人体就有不利 饮水太多 膀胱来不及气化 水停下降 这个时候反过来 也影响了膀胱的气化 这两种成因都可以导致膀胱气化不利 膀胱气化不利以后 肺水的排除发生了障碍 所以出现了小便不利 小便少 膀胱气化不利以后 筋液不能够化生 不能够疏不上成 所以上面表现了口渴 消渴 咳与饮水 反渴 这样筋液缺乏的这种症候 上面喝水 下面尿少 水液就停聚在体内 下窍不利 水斜上腻 那么就可以组织冲胶气肌 而肩渐心下痞的这个症状 后世一家把它叫做水痞 下窍不利 水斜上腻 使胃势河降 就可能出现 渴与饮水 水入泽吐 这个症状 重点把它叫做水腻 由于水蓄下窍 阻碍了下窍的气机 所以可以出现 膀胱 上腹部 苦里脊的这种特征 除此之外 含瘾呢 见由脉浮或者脉浮硕 身微热这样的表症 这个症候 属于外有表邪 里有虚水 治疗用五菱散 外疏内力表里良解 五菱散这张方子 既可以发汗 又可以利尿 而且是以利尿为主的 所以说它是外疏内力 开鬼门 捷径府 标里 同志的一张房子 太阳府政的第二类 是血分的症候 是太阳表邪不解 邪气 入里 化热 这个邪气 入里 化热呢 还是化热 入里啊 历代一家 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特别搞温病的人 他就习惯说 化热入里 说在表的寒邪 先化热了 才入里呢 而讲伤寒的人呢 常常习惯 是在表的寒邪 入里以后 里有阳热 里有阳气 然后呢 从阳化热 所以是讲 入里化热 所以我们按照 传统的习惯 还是讲表邪 入里化热 和血 皆于下焦 这就形成了太阳叙血症 我们上次课的最后 讲到了太阳叙血症的第一个症后 那就是血热初节 热是重 而且热是急 瘀血刚刚开始形成 它的临床表现 一个是精神症状 欺人如狂 这是因为血分瘀热 寻精上扰心神 使心主神智的功能失调 所造成的 另外一个症状 是绍腐集结 这由于 预热结于绍腐 预热结于下焦 是绍腐部的 气质血结所造成的 气血凝滞 气质血结所造成的 应当说 太阳旁矿虚血症的 第一个症后 就这么两个主症 既然是血热初节 热是重 而且急 瘀血刚刚开始形成 所以在治疗上 用陶和成气汤 泄热为主 兼以化瘀 陶和成气汤这张方子 是以调味成气汤 做底方 以泄热为主 加陶仁活血化瘀 加桂枝来开结气 在一派寒凉的药物中 用一个温通的药 很有化龙点睛的作用 太阳旁血症 在临床上 在外感热病的病程中 到底属于一个什么症后 有的人 利用双盲 这种临床观察法 就是说 一个外感病 一个传染病 比方说流行性出血热的病人 那么在他出现 精神狂躁 少福 激迫不适 这种症状的时候 那么西医认为 这是泌尿系统的微循环 发生了障碍 中医的老中医大夫认为 这是个太阳旭血症 而中医大夫和西医大夫之间 并不沟通 然后中医大夫用上 陶和成气汤 或者用上低胆汤以后 那么精神症状得到了改善 少福部的症状得到了缓解 中医大夫说 太阳虚血症的病症缓解了 那么西医大夫发现 用上中药以后 泌尿系统的微循环的障碍 得到缓解了 所以有的人就认为 《伤寒论》中所描述的 太阳虚血症 很可能就是在 外感热病的病程中 由于细菌和病毒毒素的 这种刺激 导致了泌尿系统的 微循环的障碍 所以它并没有影响 肾脏的功能 而是泌尿系统微循环的障碍 因此它有些 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陶河整起 它在临床上经常拥有 我好像觉得是在 二十多年前 有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 她的母亲 带着她来找我看病 那么她是什么病呢 每到月经期 她就烦躁不宁 甚至不能在家里头待着 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赵河看病的时候 她二十二岁 我说你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她说她十四岁来的月经 从第一次来月经 她又心烦意乱急躁 以后每次月经前 就坐卧不宁 然后来月经期间 她就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或者大吵大闹 或者乱跑乱跳 甚至光着脚丫 上马路上就跑去 这些情况都有的 我说那医院 月经一过 和正常人一样 能够上学 能够工作 我说那医院 给你诊断什么病啊 你怎么治疗啊 她说北京市 所有看精神病的医院 我都去了 除了电修科 我没用以外 抗精神分裂症的这些药 我都用过了 就是没有什么疗效 我说那你的月经准不准 她说我的月经不准 就是说 或早 或来或不来 没有 不定期 我说那你能不能知道 什么时候来月经 她说我能知道 我只要心烦意乱 大便干燥 嘴里都不是味 我就知道快来月经了 我也知道 我的病就来 就快犯了 我说那你这个病 怎么诊断的 这个西医的医院 说西医的医院 把我 给我诊断为 周期性精神分裂症 大家知道 精神分裂症这个病 是很不好治的 一旦 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话 这个人 就意味着 他的一生 不能像我们正常的人这样 来过一个 普通人的生活 他常常遗留有 社会能力的 社会能力的缺损 那么 诊断为周期性 精神分裂症 那么我对这个 对精神分裂症 这种病 也是感到非常非常头疼的 这个 我说我治精神病 应当说没有更多的经验 你想二十四年前 我没有更多的经验 我说我倒想先给你调这个月经开始 我说你的月经 血块多不多 说多 来之前有什么表现呢 来之前就肚子疼就腰疼 来的时候呢 月经也不畅快 心烦意乱 心烦体躁 然后大便干燥 他说嘴里都不是味 我仔细问他的话 就是一种嘴苦的一种感觉 那么我说这样 你来月经之前 有这个症状之前 你就吃我三副药 开在什么方 桃和成气汤 因为他大便有肝脏吗 桃和成气汤 就吃我三副药 如果说三副药的第二副药 月经来了 那么月经来的第一天 你还可以把这个药吃烦 如果说吃到三副药 月经还没来 你就这酱药来了 你就再抓一副 一直吃到月经来那天为止 药没有吃完 头一天 月经来的第一天 还可以吃 第二天以后就不要再吃了 好 第一个月经周期 他抓了三副药 吃了三副的第二天 他说药没了 没想到第二天月经就来了 吃这个药的时候 大便特别通 头一天吃完了 他大便一天就泄了三四次 然后第二天呢 两三次 第三天呢 是一两次 他就觉得那一次 来月经之前的 这种心烦呢 造狂啊 这些症状呢 就比过去要好好多了 能够自己控制自己 好 月经过后 这个周期就算没有大发作 那么下一个周期 他感到快来的时候 他又开始吃药 也是吃到三副 那么症状呢 比第一个周期就更轻 那么治到三个周期以后呢 他基本就觉得就不怎么发作了 但是月经过后 他觉得特别特别的累 他就找我去了 大夫我按照你的嘱托 那么连着吃了三个周期 确实这个精神症状控制住了 但是我月经过后啊 我就是比过去啊 要累多了 特别特别的累 我想这可能是活血化育药 细热药 再加上月经前用这些药 再加上月经过后 这个气血不足所造成的 然后呢 月经过后 我就给他用一些 养血的益气的 养血的益气的化痰的 为什么要化痰啊 因为怪病多因痰作祟 这样来调理 化痰的调和脾味的方子 那么也吃上一个星期 吃上一个星期又不再吃了 这样的话 在月经之前 我用桃和橙气汤 在月经之后 我用羊血调气化痰 调补脾味的方子 一共治了大概是六个周期 半年多 从此他这个周期性 精神分裂症的这个症状 就缓解了 西药也再没有用 1977年我们恢复高考 那么他考到经贸大学 你像外经贸大学 对外经经贸易大学 是这个入学的考分是很高的 说明他当时的这个智力发育是很好 因为他有这个病 所以他结婚很晚 那么后来他结婚的时候呢 就把我请到他的婚礼上 我就特别留意观察 他的说话呀行动啊 还有没有如狂啊 这种表现 我发现他在婚礼上 彬彬有礼 做什么事情都很恰如其分 我就偷偷地给他说 我说你过去的那些表现 那么现在完全没有了 他说好大夫 在这个场合知道我过去的人 只有您自己 你千万给我保密 你想想得过精神分裂症的人 再要找对象 再要结婚的话 人家心里总是有所顾忌的 我说我会给您保密的 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今年十四五岁吧 这人在美国的一家公司工作 这个内边的工作压力很大 这么多年来他还没有复发过 约经现在也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用桃和成气糖 来治疗痛经 来治疗妇女精气的精神造狂 我不把它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精神的这个狂躁 那么是有很好的疗效的 这个我们过去的一个学生 吃饭的时候呢 别的同学给他开玩笑 他就笑起来了 这么一笑他就感到胃特别疼 端着饭吧 他就在食堂里头蹲下了 大家就说他 还说你怎么回事 刚才有说有笑的 你现在装什么算的 过了一会儿子媳一看 不对头 他的脸色也苍白 大汗珠子也冒下来了 大伙赶紧就降到他急针室 那么到急针室以后呢 就是肚子疼 大家也诊断不了什么病 内科大夫 外科大夫都在做诊断 那就观察吧 那么观察呢 过了几个小时以后 发现肚子疼得更加厉害了 而且腹部呢 压痛反挑痛 急紧张 似乎都存在 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什么地方 出了什么问题了呢 说就是吃着饭 这么一笑 平常又没有胃病的历史 所以去了一个外科医生 就给他压肚子 满肚子都疼 然后从肚脐上画了一条横线 问他 上头疼得厉害 下头疼得厉害 他想了想 他说好像是下头疼得厉害 然后又画了条竖线 左边疼得厉害 右边疼得厉害 说你再按按按按 说好像是右边疼得厉害 那外科医生 就认为是蓝尾穿孔 好 就在手术室里 把肚子打开了 当然是从这做接口了 打开一看蓝尾好好的 但是腹腔有肾猪 而且腹腔还有不少血液 这肯定是有什么地方穿孔 而且这个穿孔还 使一个小血管的断裂 那这个穿孔在哪啊 这个刀口太小了 就挨着往上找吧 就挨着扩充 所以那个时候的手术也很落后 这也是几十年前 后来发现是胃的穿孔 穿孔那个地方原来有个溃疡 而穿孔那个地方呢 一个小小肖管的断裂 所以腹腔一有血 消化道理一有血 当然这个手术是很简单的问题 把胃给做到修补 因为他当时做手术 做的腰麻 后来呢 发现不是蓝尾穿孔 又加强了麻醉 所以麻醉的过程中 可能又就有一点过头 所以这个胃肠蠕动啊 排气也排的慢 胃肠蠕动也慢 所以手术之后 这一个星期 排来气 有一直没有大便 没有大便呢 这个手术刀口 它是愈合的不错 这个抚摸炎的这个体征呢 也消失的不错 一个星期以后 线也拆了 到了晚上 这个学生啊 狂躁 睡不着觉 骂老师 因为 他是我们学院的学生啊 外科大夫 就是都是他老师了 说你们是什么外科大夫 诊断不清楚 我明明是胃的穿孔 你们从这开始拿 如果我上面有问题的话 会不会从下面 医疗一直拿到上头 就是晚上 这狂躁不定就骂大夫 突然他就骂我 好完山 跟我讲伤害论的时候 还是和我不测 我做了这么大的手术 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 他也不来看我 然后同学一听 他提我的名字 然后第二天 同学就跑到学校 那个时候电话也不方便 就找我去了 说我们班谁谁 做了一个手术 他晚上骂人的时候 他要骂您的 我说怎么骂我 他说我不去看他 我说我不知道啊 那我就去看看他吧 那么新医大夫怎么办呢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知道他是在 穿孔以后 有一些出血 那么这些血液 在肠道里预积着 再加上他就 在手术过程中 由于麻醉 这些东西都没有排出体外 这些血液分解以后 大量的胺进入血液循环 胺的刺激 导致了他这种 精神的这种狂躁 那么他们就用什么 腥霉素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有这么多的抗菌素 用腥霉素来抑制 肠道的这个细菌 也没有管用 灌肠 解下来几个肺球 也没有什么管用 你想小肠内预计的那些东西 用灌肠的方法 是排不出来的 好 我去看了之后 白天他很清楚 哎呦 何老师 怎么劳动您的大家呀 我说你白天还是人 晚上就骂人 他说他没骂人 然后学生说 那你昨天晚上骂何老师 他说那我也不知道 哎 他知道不知道 反正晚上狂躁 这就是血液分解以后 那个胺进入血液 刺激大脑 造成的一种精神症状 今日如狂 我看看这种情况 我说好办 这是手术以后 肠道的残存的血液 灌肠不行 我们就用桃和成气它 你就吃一副药吧 我记得我是上午去的 好 上午学生们去拿了药 也没有让药房煎 学生就在宿舍煎好了 中午吃上 到了晚上 这个小子到厕所里 那个厕所不是那个蹲 蹲坑吗 据他说 连往里下流 就有半坑的那个污浊的粪便 奇臭无比 当天晚上酣睡如雷啊 再也不骂人了 桃和成气汤在这种情况下用 清泻肠道内的淤热淤血 产存的血液 是一个很好的 真是就吃了一次 效果就很好 当然桃和成气汤 你要看报道的话 精神分裂症也用 包工续血也用 小肠的淤血淤热 鸡在小汤也用 鸡在小肠也用 临床用应是非常广泛的 它是一个 很好的泄热化液的方子 好 我们看太阳叙血症的 第二个症后 124条 太阳病 六七日 表症仍在 太阳病到六七天的时候 那么表血仍然存在 结果底下的脉症发生了变化 脉威尔臣 脉臣提示了 邪气已经入理了 那么这个脉威 是阳气虚呢 还是有形邪气 组织了脉道 脉气不畅 脉气不利呢 脉威在《伤寒论》里 可以主阳虚 也可以主有形邪气 有形邪气 组织脉道 有形邪气组织 结果导致脉气不利 那么这个时候 也可以出现脉威 那么我们只好结合症状 结合以下的症状 来判断 它是阳虚还是有形邪气组织 反部结胸 结胸是《伤寒论》中的 一个症候的名称 它是邪气和潭水 介于胸阁 宛府的症候 介于胸阁 胃宛和腹部的症候 后面我们会提到 它有热食结胸 寒食结胸的区别 热食结胸里呢 又有大结胸和小结胸的区别 所以表邪入理 邪气和胸隔间的潭水邪气互结 可以形成结胸症 但是这一条 表邪入理 怎么知道入理呢 卖沉了 卖不服了 卖油服变沉了 提示了邪气入理 邪气入理常常容易形成结胸 这里所说反部结胸 就是邪气没有和水相结 没有形成结胸 其人发狂 主政之一是发狂 重点就对发狂 他的病机进行解释 以热灾下胸 这是因为热血入下胸 和淤血相合 淤热上扰心神 使心主神智的功能失调的缘故 重点虽然是一句话 我们应当把他这句话的意思 补充完善 之所以出现发狂 是因为热和淤血结于下胸 下胸淤热上扰心神 下胸淤热上扰心神 使心主神智的功能失常 所造成的 如果这个病机的推断是正确的话 少府当硬满 你不是说病机的推断是 淤热介于下胸 淤热上扰心神吗 如果这个推断是正确的话 在少府部应当见到 硬满的表现 这个硬是医生按着硬 说明有形瘤血已经形成 这个满是病人自觉满 说明瘤热组织气机 硬是医生按着硬 有形瘤血已经形成 满是病人自觉满 说明瘤热组织气机 少府气机不畅 好 主症就两个 上面精神神智症状 有欺人如狂 下面局部症状 有少府应满 那么从应满来看 有形瘤血已经形成 瘤血比较重 热血怎么样呢 不是少府集结 而是应满 说明热血已经收敛 热血已经收敛 热血已经收敛 所以这是瘤热护结 瘤血重 热血已经收敛 以瘤血为主 下面就要进行 鉴别诊断了 首先说 太阳虚水和太阳虚血 都是膀胱腹的病变 一个在气分 一个在血分 太阳虚血症 有少府应满 太阳虚水症 有少府苦里疾 所以少府部都有症状 就要鉴别吗 小便利者下血乃欲 这里所说的小便利 是指的小便正常 小便正常 说明病不在气分 病不在气分 那么言外之意 病就在血分 因为这是下胶膀胀的病 小便大体是正常的 说明病不在气分 要在气分的话 应当小便不利 小便少 现在小便是大体正常 那就是病灾血分 这就可以确定为太阳 黄光虚血症 下血乃欲 那你就用下血的 卸下瘀血的方法来治疗 用什么方子呢 最后一句话 抵挡汤组织 所以抵挡汤 是破血诸瘀的一张方子 抵挡汤组织 这句话应当接在 下血乃欲 这句话后面 而所以然者 以太阳随经 预热再理故也 是补充解释 太阳虚血症的成因的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然就是这样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 疑就是因为 是因为太阳表邪随经 随经入理 化热 太阳表邪随经入理化热 为什么化热 体内阳气声 所以邪气入理呢 就随着阳气而转化为热 然后热和淤血结于膀胱 热和淤血结于下胶 在山河论里既用膀胱这个词 也说下胶这个词 热淤血结于膀胱 因此就造成了 这种淤热护结的太阳虚血症 治疗的方法是破血逐淤 因为这个症候是淤热护结 淤血重而热是已经收敛 所以以破血逐淤为主 而不予泄热为主 用的是抵挡汤 抵挡汤这张方子 你看它的药物组成 水质熬 盲虫去赤足熬 熬是什么意思 熬是炒的意思 我们在前面讲张仲景的生平的时候 谈到了张仲景是河南南部人 是古代的楚国人 在这里用这个熬是处地的方言 所以我们举到西汉杨雄方言中 所说的一句话 说熬火干也 饭一火而干五谷之泪 自山而东 其处以往为之熬 关心龙记以往为之背 情境之间或为之潮 因为这句话我们以前给大家写过 所以我在这里一念就过去了 因为仲景是河南南部 古代的楚国的北部的人 所以他在写他的书的时候 用了楚国的方言 这个熬就是炒 就是背的意思 所以盲虫炒一炒 就把那个翅膀就把那个脚就炒糊了 当然一下子就去掉了 你看看这个方子非常有意思 水质就是那个稻田里 水田里头 那个最能够吸血的那个麻黄 麻黄吧那个脸 过去下道天都是光着脚丫 那个东西 他那个口口那个地方有一个吸盘 吸到你的皮肤上 他扁扁的一个身子 一会儿他可以口腔上吐出的一种溶血素 一会儿把身体的血液不凝 一会儿就把他身体吸的圆圆的骨骨的 你要想把他拔下来的时候 你千万别这么拽 越拽他吸的越紧 你就拍一拍他就掉下来了 所以水质是水生动物中最善于吸血的 水生动物中最善于吸血的 第二个要盲虫 盲虫是飞的昆虫中最善于吸血的 这个盲虫最善于钉牛马 你看牛和马那么厚的皮 被他一钉 还能把血给吸走 所以我们人类在露天游泳场游泳的时候 特别怕这个东西 现在这个东西很少见了 过去我们到这个农展馆东边都是天然的大水坑 那个时候都是好多烧砖的窑 天然的大水坑 我们到那个地方游泳的时候 特别怕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一定就是个大包 比什么东西钉的这个大包都厉害 吸血 只飞的昆虫中最善于吸血的 那么陶仁呢 是树上结的果实中的种人 最善于活血化鱼的 而黛黄这个药 是草本植物中最善于破血猪鱼的 你看看这四个药 有海军 有空军 黛黄算陆军吧 陶仁算什么呀 算空军的陆战队呀 还是陆军的空战队 我也说不清楚 这四个药选自不同的生态环境 所以说它 即活血化于药之大成 真是立体作战 八面包围 海陆空 协同作战 我说这个话 大家不要一笑了之 这一个药的生态环境 和它的性位 规径功效 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用药 选活血化鱼药 你如果都是选的 同一类的草木 这类的活血化鱼药 那它的力量很单薄 你如果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 选择活血化鱼药 那力量集合起来 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 所以这种组方思路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水土生一方药材 你看那个西瓜 在夏天天气最热的时候 在太阳的直射下 它成熟了 阳光越强烈 今年的西瓜越甜 你问问那个瓜农 如果今年是老是阴雨连绵的 西瓜个儿也可以长 但是那个西瓜不甜 有一年 我就到这个西瓜地里去 我就站在那个西瓜样子旁边 站在大西瓜的旁边 我心里想 我说大西瓜啊 我到底体验体验你 怎么在接受阳光的照射 我站了五分钟 满身开始冒汗 那个瓜农过来 说您要干什么呀 我说我要和这 我要体验体验西瓜的生活 我想体验体验它 是怎么在太阳光的直射下 锻炼自己耐热的能力 这个瓜农就笑了 说没有 我没有从来没有遇过这种人 要和大西瓜比一比 能耐热的这种能力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想 所以大西瓜呀 你在阳光的直射下 练就了你的耐热的能力 所以当我们人体不能耐热的时候 当我们人体 烦渴口渴缺乏精液的时候 我们拿你来吃 就能够达到清热解暑 生津止渴的效果 可是在冬季的时候 我曾经接诊过几个中学生 胃疼 我说您胃疼怎么回事 他说说说说 前几天有人送过我们点西瓜 我爸妈妈都不吃 我想夏天我吃西瓜 可以吃半个可以吃一个 然后我想切开吃了两条 没想到吃了两条西瓜 就胃疼完了 什么季节 三九天 外面下着大雪 他吃了两条西瓜胃疼了 我说你夏天吃不吃 他说夏天我都吃饱了 都没事啊 我说 这就叫食令 在这个食令大自然化育了西瓜 你在这个食令吃 对你的身体就有好处 你反食令去吃它 对你的身体就有伤害 少吃点没关系 吃多了就出毛病 有一天 那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老师们带着我们去采药 上河北省兴隆的那个山里 长城北边去采药 在向阳的坡上 我发现太阳照射着 那个石头烫的你不敢做 那些植物大都是抗热的 所以它大都是清热药 在背阴的山坡 那个背阴的山坡呢 山的上面 到了早晨 到了傍晚 还能够见到太阳 大多数生长的是养阴的药 我就好奇啊 我说这深山沟里头 到底会长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自己就一声不吭的 往那山沟下下 下到山沟里头 我发现那里的植物很少 偶尔有些这个 蕨类植物 植物很少 那我发现有的地方 还有冰雪 夏天冰雪都没化 可是就在冰雪 没有化的旁边呢 长着高高的 有一人那么高 比我还高一点的 那个植物 一堆堆的植物 绿色的叶子 这个紫色的花朵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 我就拿一个小稿头刨刨 我发现那个根的 像小红薯一样 然后我就连这个根 带这个枝的 在这个叶子 扛到山顶上 老师大老远的看见了 你从哪儿挖的父子啊 我心里一机灵 我说哎哟 父子原来长在这个地方 夏天都冰雪不化的地方 生长的却是父子 他就经年累月 在这种寒冷的地方 生长着 生活着 一代代的 练就了自己耐寒的能力 所以当我们人体 不能耐寒的时候 我们拿自然界中 耐寒的这种植物来吃 所以我们中药 就是说它是大心大热的 是温阳散寒的 是止痛的 这就是大自然 给我们人类提供的恩赐 这就是大自然 给我们人类提供的 调整我们健康失调的 天然的药物 所以那个雪莲花 生长在海拔 四千米雪线以上 大家捉摸捉摸 它是什么性质的 你看着它花是白色的 它实际上是热性的 如果它不热的话 它在那儿早冻死了 它不能生存 所以它是温阳的 后来我看到一本 药物栽培的小册子 说这个父子怎么种啊 说种在向阳的 温暖的 肥沃的土地上 父子的产量会高 那确实是 父子在那么艰苦的地方 都可以活着 你把它种到肥沃的 温暖的土地上 它当然产量会高了 后来我就问 这个药物栽培的老农 我说您这个父子 您种在这个地方 产量高不高 他说产量高 我说他的效果怎么样 他说我从山里移到这 头一年生长的这个东西 第一代生长的这个东西 很好不错 然后用我自己生产的种子 种到第二代 也还凑复 用我自己生产的种子 等种到第三代的时候 说我曾经试过 前面这个吃完了会上火 到了第三代以后 我拿高压锅给它压熟了 我蘸上白糖 当白鼠吃 都快吃饱了 不上火 这时我感到很吃惊 我们今天 无论怎么精心的辩证 怎么精心的用药 有时候你胸有成竹 觉得用完这个药 病就会好 结果 病人再来的时候 没有达到预期的疗效 是我们辩证不好吗 是我们用方不对吗 后来我联想到 这很可能是药物的性质 因为人工栽培 没有能够模拟自然生态的那种环境 而使它的药性发生了改变 药效不如以前好了 所以中药一定要讲道地药材 还是地道药材 这个韩国种人参 高绿参很有名 这个高绿参的力量呢 也确实不 确实不小 我在韩国的时候就参观过好多种人参的这个地 发现它 这个土壤的成分 要一定用化验 化验和那个山里头生长人参地方的土壤的成分 微量元素要一致 那么光照要模拟自然生态环境下的这种光照 我们的东北也有人在种人参 我的一个学生 他有大面积的种人参 有一年他给我拿小萝卜一样的人参 有这么大一堆 我开始觉得这东西很厉害 你想我也没有气虚 甚至我偶尔有时候还有点高血压 我不敢吃的 我就拿一根人参掰了一个虚子嚼了嚼 就是没事 没反应 也不是说吃完人参了全身有精神 也不觉得有精神 也不觉得上火 然后我就吃上小半只 还没反应 我嚼上一只还没反应 最后我煮上两只吃完了还没反应 我说他种的这个人参 不知道是多少代了 已经接近小萝卜了 所以那一大捆我吃完了 既没有感到有补气的效果 也没有感到有上火有副作用 所以我们由这个方子联想到 中医中药 要想提高疗效 把好药材 生产这个关是多么的重要 低档汤这张方子 是中医方济中 破血足以力量最强的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 在一般情况下 用的机会并不多 可是对顽固性的淤血 我们用它有时候还能起到比较好的疗效的 30年前我跟着宋肖志老师超方 那么有一个病人是从宣武医院转去的 他的临床症状是剧烈的头疼 但又偏盲 宣武医院当时做脑血管造影 诊断为脑血管流 压迫了视神经的一个通路 在那个时候 这个区域手术是很困难的 所以那个西医大夫说 哎呀我们没有更多的办法 手术是有很具有危险性 你要不干脆去找中医去试试 我们中国的西医大夫很好 当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就会推荐病人去找中医大夫去试试 那么这个病人呢 当然抱着一线希望就来找中医大夫了 到了东志门找到我们宋老 我们宋老沉思良久 这个病人呢 给我印象很深 因为他头疼 一个眼睛就是睁不开 然后有偏盲 他感到很痛苦 他感到很绝望 所以给我很深的印象 当时是个女同志 只有四十岁左右 宋老沉思良久 开的是破学朱鱼的抵挡汤 只不过没有让他做汤剂吃 而是把这几个药 让他做成散剂 装在胶囊里头吃 这一个胶囊 也就是装0.3克左右 怎么吃呢 让他开始先是早一粒晚一粒 吃吃看 那么如果说大便 还是一天一次 没有一点吸软的表现的话 那么再增加一粒 早一粒 五一粒 晚一粒 如果含不行的话 那么主要观察大便 就是保持一天大便 有一次比较吸软的大便就可以了 那么超过两次就减量 要是一次到两次 就不要减量 就吃这个量 就让他长期的吃 这个病人呢 吃了一个月 症状没有改善 宋老说再接着吃 吃到两个月的时候 头疼减轻多了 视野开始恢复 吃到三个月的时候 几乎头不疼了 我好像觉得他连连前前后后 吃了半年 视野完全恢复 头也不再疼了 那么半年以后呢 他去复诊 因为症状全没有了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血管瘤 难道能够化吗 我就劝他 再去做一次脑血管造影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没有核磁共振 没有CT 连B超都没有 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能够查出脑血管瘤的 唯一诊断方法 就是脑血管造影 而脑血管造影 又有一定的危险性 又有一定的痛苦 所以病人不愿意做 可是我总是想来看一看 这个病人 为什么症状改善 脑血管瘤到底还有没有 所以我就 有一天 就是背着宋老 我不敢让宋老听见 我说你必须去做检查 这没准这个流子 跑到别的地方 更要害的地方 那么现在藏在那个地方 哪一天突然破裂出血的话 那直接有生命危险 所以你必须去做一个脑血管造影 证实一下 我说这个东西是很难消掉的 他听我这么一说 后来他告诉我 一晚上没睡着觉 所以我那个时候想起来 我也太年轻 不应当这么做 他第二天就到宋老医院去拍片子去了 拍完片子以后 拿片子的时候 他和放射科的那个拍片子 那个人说 说你给我对照一下 这两个片子有什么不同 对照完了之后 说这个片子是你的吧 说这个片子是你的 说这个片子不是你的 说怎么不是我的呢 说这个片子上有脑血管瘤 这个片子上没有 说这个片子就是我的 当年检查出报告的时候也是你 说这不可能 宋老医院说这不可能 这原来怎么能有血管瘤 现在怎么没有了呢 所以那个人就 但是对照起来 前后差了半年 就是没有了 他就问你怎么治疗的 他说我就是找中医大夫 一直吃一种胶囊治好的 但是从那到现在 用低档汤做成散剂治疗脑血管瘤 有这样好的效果的 我只遇到这么一例 后来呢 我也遇到类似的病人 我也给他用过 也许是病人自己 在坚持吃药方面有些困难 也许是因为 现代手术技术的提高 病人坚持了一段以后 就是症状缓解的太慢 他后来就做手术了 所以没有像这个病人 能够坚持了半年 而使脑血管瘤完全消失 所有的临床表现都消失的 当然这个病人非常遗憾的是 我当时一直记录着他的名字 他的地址 后来几次搬家之后 我就找不见这个资料了 我是一直是个遗憾 如果我现在还能够随访他 当时他40岁的话 现在30年过去 他应当是70岁 那么到底他的远期疗效怎么样 很可惜 这个远期的随访的资料 找不到了 这个太阳虚血症 抵挡汤的适应症 那么还有一条 就是125条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简易的70页 太阳病身黄 脉沉洁 少府应 小便不利者被无血也 小便自利 其人如狂者 血争地也 抵挡汤组织 这是第125条 太阳病身黄 那么这个身黄 可以建议太阳虚水 也可以建议太阳虚血 那么太阳虚血 血热护结组织气机 血热护结组织气机 而全身的气机 是靠肝胆来输泄的 血热护结组织气机 全身的气机 靠肝胆输泄 现在由于血热护结 组织气机以后 就容易反过来 影响肝胆输泄 肝胆输泄失调 就可能导致发黄 所以太阳虚血可以发黄 太阳虚水 也是同样的道理 水血内蓄组织气机 然后反过来 影响肝胆的输泄 肝胆输泄不利 也会导致发黄 当然关于发黄的具体病机 我们会在扬名病片 还会谈到 所以在这里 就是由于 或者是血热护结组组织气机 或者是水血内流组织气机 影响了肝胆的输泄而导致发黄 那么血热护结影响肝胆输泄而导致发黄的 我们叫做虚血发黄 水血内流而导致发黄的 我们把它叫做虚水发黄 所以这一条太阳病身黄 所以这一条太阳病身黄 是蓄水发黄呢 还是蓄血发黄呢 那么看看下属的症状 脉尘结 尘主病在里 这个结是脉结代 脉搏不齐 脉搏结代 这是有形瘀血组织的缘故 有形瘀血组织 脉搏不能够接续的缘故 绍腐硬 这是淤血存留下降的表现 但是 虚水也可以有绍腐 枯里基 也可以有发黄 那么怎么鉴别 这是虚水和虚血呢 看看小便 小便不利的 这就不是虚血 小便自利者 再加上精神症状 其人如狂 血正地也 这就确切的 可以诊断为是虚血了 所以判断虚水和虚血的 关键就看小便利 还是小便不利 小便不利 小便少 有少福应 有脉沉洁 有神黄 这是虚水 小便正常 其人如狂 加个精神症状 其人如狂 脉沉洁 深黄 小便 少福应 这就是虚血 是虚血的 你可以用抵挡汤来治疗 所以在这一条 特别强调了 虚水和虚血的区别 在于小便利和小便不利 那么下面第126条 山寒有热 山寒有热少福满 英小便不利 金凡利者 未有血也当下之 不可于要 已抵挡完 这是于热户节 于血虽然有 但是于血病逝 非常和华 紧紧见到少福满 他没说少福积节 也没说少福应 于热户节 于血虽然有 但是并是和华 紧见少福满 热血重不重呢 热血也不重 紧是说有热 有些热相 这个热相 也许是见到一点蛇红 也许可以见到一点麦朔 这就是有热的表现 所以这是于热户节 于虽有 而并是和华 热虽有 而热是很轻微 热虽有 而热是很轻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用抵挡丸 来化于缓消 所以这是消法的代表方 用抵挡丸 化于缓消 在这里也仍然和太阳虽血症相间别 那么小便不利的 这是有虽水 如果是小便利 那就是虽血 你就放心用 地打丸来治疗 这样的话 我们把太阳虽水症的三个方症都谈完了 我们简单给太阳虽血症 我们简单给太阳虽血症做一个小节 太阳虽血症 是阴热户节的症候 太阳虽血症 是阴热户节与下焦的症候 只用一句话来概括它 太阳表写 寻经入理 太阳表写寻经入理 和血节与下焦 于是就形成了太阳虽血症 如果血热初节 血热初节 初是刚开始的意思 血热初节 热重而势急 热血重 而且热时也比较急 热重而势急 于初成而较清浅 于血刚刚形成 但是于血比较清浅 于初成而较清浅 正见 正见 少府集结 少府集结 其人如狂 其人如狂 而表写已结者 而表写已结者 用桃和成汽汤 用桃和成汽汤 血热化瘀 血热化瘀 这是第一种情况 若血热瘀结 血和热瘀结在一起 若血热瘀结 瘀成形而势重 瘀血已经成形了 瘀血的病势也比较重 热以脸 收脸的脸 而势缓 热气已经收脸了 热水比较和缓 热以脸 已经收脸 热和淤血相结 淤血已经成形了 热水已经收脸了 热以脸而势缓 热水比较和缓 正见 正后见什么呢 少府应满 正见少府应满 如狂或发狂 如狂或发狂 或身黄 卖尘微 这个微 这个微是有形邪气 组织 卖气不利的表现 卖尘微 或尘结 这个结 也是有形邪气组织 卖气不利的表现 臣都是病在里 小便自立 这是鉴别诊断 小便自立 用抵挡汤 破血逐瘀 小便自立 用抵挡汤 破血逐瘀 这是太阳虚血症的第二个类型 第三种情况 血热护结 于成形而势缓 于血已经成形了 但是病适比较和缓 血热护结 于成形而势缓 热随有而势微 热随有而势微 热是比较微 微弱 热随有而势微 病适的是微小的微 正紧见 正后紧见什么呢 有热哨浮满 正紧见 有热哨浮满 小便自立者 这又是和太阳蓄水症相间别 小便自立者 用抵挡丸 化于缓消 用低挡丸 化于缓消 在我们刚才提到的 太阳虚血症的最后一个方症 低挡丸症的时候 那么126条有一句话叫做 不可于要 严格的来说 不可于要这句话 既不合现代汉语的语法 也不合古代汉语的语法 但是作为医圣的书上 有了这么一句话 后人就要解释他 所以对不可于要的解释 有的人说 这种 于热护结 于热都比较和缓的症候 你不要用 药力有余的 病重 病轻药重的 抵挡丸 不要用药力有余的 抵挡汤 我刚才说错了 不要用药力有余的抵挡汤 而应当用抵挡丸 化于海 化于缓消 这是一种说法 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 不可于要 是因为抵挡丸这张方子 上四位倒分四纹 以水一升煮一纹 它是煮纹 然后取七格夫之 他不去要渣子 所以是说 吃抵挡丸的时候 你要连渣子一块吃 不要把药渣子剩下来 所以叫做不可于要 其实这两种解释呢 都有点牵强 但是 由于住家有这两种说法 我们把这两种说法都介绍给大家 玩者还野 抵挡丸 它有话语 缓消的作用 所以吃完完药以后 醉食当下雪 我们看这个醉食 醉食就是周食 比方说 头一天早上八点钟吃的药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 才出现了大便 卸下一些污浊的东西 这就要对头二十四小时 若不下 这更服 所以低胆 属于一个化于缓消 作用和缓的一张方子 它治疗 于热护结 于成形而视缓 热虽有而视微的 这种太阳虚血症 这样的话 我们把太阳虚水症和太阳虚血症 这个太阳虎症就都谈完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 下课 下课